本期话题 取槐什么时候取好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取槐什么时候最好 取槐最佳的时间 是月经干净后 三到七点不同房 这个时间取槐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在取槐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小的手术 我们需要病人到医院里来 医生经过消毒之后 然后通过器械 或者是拉着尾丝把它拉出来 或者通过器械 伸入到弓腔里 把这个环取出来 总而言之 它都是一种微创的小手术 它可能会导致弓颈的开放 容易感染 所以这个时候取 一个就是说减少出血 因为月经刚结束之后 盆腔不充血 这个时候出血是少的 还有月经来潮以后 我们在不同房的情况下 在离着下一次月经 还时间长的情况下取出环呢 那么肱颈管和子宫内膜 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愈合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呢 就是取槐的时间 把它放置在月经刚完了以后 三到七天 三到七天 就会继续 我们下期间啊 就会继续